6. 屎老臣 第 1 遊戲報道 大家好,我是Anshima的,那麼今天我們要來玩傳說的全新英雄貝羊 那這一場呢,我們是參考了直接選手乃綠推薦的出裝喔 那這邊走的是大夜位,其實在我這幾天玩貝羊發現喔 這個角色其實蠻適合走凱撒路跟打野還有輔助 那其實我比較推的是輔助跟打野啦 因為可以比較支援到隊友 那其實貝羊算是一個前期角 就是你前期的大招要開得好 支援得快,你的貝羊就可以玩得好喔 好,那首先呢,我們是以藍作為起手 那並且點了一個二技能,我覺得二技能起手 打這個野怪可能速度會再快一點喔 好,那這邊隊友問了一個問題 請問貝羊會不會回血呢? 他是會回血的,他的被動是可以六秒回一次血吧 我記得,但是他的回血量不是很多啦 所以基本上貝羊呢,只要打一套流 一套大招撞下去,你就是要帶走敵人 大概是這個玩法 好,那這邊我們看一下小地圖 發現我們可以往下路去做一個進攻 好,那這邊我們直接一技能起手 二技能做一個緩速 OK,直接緩住敵人 不過發現這邊我們血量好像有點殘 敵方中路來支援了 最後就想說一換一,直接換掉被羊 好險有換掉喔 不然這波就還蠻虧的 好,那這邊我們直接復活 可以發現到我們直接大招起手 支援的速度非常快 但我們看著小地圖發現 欸,有一個落單的射手 好,我們直接撞起來 哇,直接車子撞下去 敵方射手蒸發 欸,其實貝羊要玩得好的話 你要隨時注意你的小地圖 哪邊可以撞,你就要趕緊的去撞 因為貝羊算是前期角 你前期一定要打出優勢喔 你的貝羊才能夠在這個戰場生活下去 好,那這邊的話 那盡量貝羊都是抓那種射手為主 會是比較有優勢的 好,可以發到這邊 我們把敵方的貝羊抓下去之後 我們直接打了凱撒 但是這邊弗洛倫來支援了 欸,弗洛倫很滑 但是,欸,我們中路也來支援了 弗洛倫直接夾著尾巴跑掉囉 我們這邊就順利的吃掉我們的凱撒 好,那這邊我們央視大招起手來抓 欸,到底誰是受害者 欸,我們這邊故意不撞中路法師 因為我們的目標是射手 直接抓下去,OK 直接帶走喔 其實貝羊是還蠻吃 這個陣容去出的一個角色喔 如果說你是以打野來看的話 敵方的法師不要太多會比較好 因為貝羊他的被動呢 欸,只要是 敵方是物理攻擊的 比較容易疊加這個防禦力喔 只要你被敵方打到或者是開技能 都可以疊加這個防禦力 最多疊加10層喔 所以敵方如果多次物攻比較多 會比較好,好發揮 好,可以到這邊呢 我們在上路RO的頭 欸,接著就要來做一波稍操作了 敵方應該有看到小地圖發現我在上路 所以下方的貝羊很安心的去清他的兵 但殊不知我們開大 直接做一個支援,直接入場 大招撞,欸,敵方的貝羊這個失誤了 大招直接撞牆 所以其實貝羊,你這個要玩得好 你的大招一定要控得好喔 貝羊的大招真的很容易撞到旁邊的物件 所以大家如果說要在玩貝羊之前呢 可能要稍微練習一下你開車的一個技巧 好,這邊我們直接大招喔 撞了一下射手喔 欸,射手直接跑掉 那這邊我們看也沒辦法打起來 不過呢,我們把敵方的射手逼跑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吃一些大物件啦 好,這邊我們把魔龍給吃完之後呢 欸,我們這邊發現到我們的凡恩被單抓了 好,這邊我們直接大招進場 直接把凡恩做一個收割 不過發現敵方的中路來支援了 我們這邊直接先繳個凝霜 把技能冷卻給打好之後 欸,這邊發現把技能夾到之後又沒技能了 所以我們拉扯一下 這邊技能又好了 我們直接入場 欸,直接收掉敵方的中路 接著最後再把芽芽給收掉喔 這邊形成了一個一打三 應該說二打三 我們身上有芽芽二打三的一個操作 好,可以發現這邊我們要來吃藍了 不過發現佛洛倫這邊是非常 蹲得非常好 不過他也不敢惹我啦 因為畢竟我頭上有芽芽 再來是我現在已經六殺了 可以說是非常的肥喔 好,那基本上這邊就有做到 貝洋前妻該做的事情呢 就是一直撞人一直撞人 好,所以我們這邊 欸,經濟一起來 就是找人開始撞 一直去滾雪球 就是一直這個 讓你發育的好 好,這邊這邊 直接撞上去 可是發現敵方都在這邊 無情的被殺掉了 不過我們還是 臨時前有一個雙殺的操作 好,可以發現這邊 下路的貝洋 直接開啟了這個車子 我發現我們追不到 也不要深追了 我們這邊就直接把我們的大招 給放掉 其實非常的大招 是可以提前放掉的 大家可以 可以操作一下這個部分 好,那這邊的話 可以發現敵方直接跑掉之後 我這邊就直接開了凱撒 來賭一下敵方會不會進攻 可以發現我們打到一半 一個小地圖直接 射手在上面 中路的法師 敵方也沒有要來的意思 所以我們就是穩穩的 吃掉了我們的凱撒 這邊把凱撒吃掉之後呢 我們來收一下我們的物件 可是發現這邊中路就直接來騷擾了 不過我們還是順利吃掉我們的紅BUFF 沒問題 這邊我們吃完紅BUFF 發現 這邊的佛羅倫居然 滑掉我們的凡恩 欸,等一下 他滑掉凡恩之後怎麼原地掛機了 好,不過不敢他 我們這邊還是打他一盾 幫我們凡恩報仇 好,那這個直接把我們的藍區收掉 那這邊就直接 做一波收割 好,那這裡的話 我們直接大招開啟 來找受害者 欸,天方這邊不小心撞到了敵方的中路 那撞到就直接開咒了 好險我們的隊友也在旁邊支援 直接收掉一個被揚 好,中路也殘血 直接再做一個收割 好,結束 好,那這邊 累積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死殺了 那我們這邊直接中路霸氣回城 因為現在沒有人敢惹我們了 那其實被揚的大招開啟要有一個先決條件 就至少要有你的隊友在旁邊會比較好 你這樣子 以一個多打掃 你的被揚會比較確保能夠殺到人 因為其實被揚他的手很短的 你不要看他一技能好像可以往前飛 沒有 他那個其實 打到的距離 敵方也是很容易跑掉 所以基本上要有隊友在旁邊幫你一起打 這樣子這個 收割的 擊殺率會是比較高的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來做一個B塔的動作 可以發現到這邊 我們開了大招 但是沒有直接衝進去 那這個也是大招 一個進階的應用 你可以提前下車 好,這邊就再找一下到底人都在哪邊 欸,發現到我們打凱撒我們直接 大招撞進去 二技能直接緩速 欸,發現我們好像被蒸發了 哇,這邊有點可惜 我們團滅了 哇,比較可惜是這邊我們中路沒有來支援啦 很可惜 那敵方的那個 凱撒是放中路的部分 那我們這邊把敵方的凱撒給清掉 好,那這波我們直接重振旗鼓 大家都復活了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再做一波 物件的收割 可以發現到這邊 都被敵方收割完了有點小尷尬 想說來收一個小野怪 好,買個裝 欸,我們現在出了王者了 應該會蠻痛的 OK,發現到下路 欸,已經開始打起來了 可是我大招還沒好 大招好了 我們這邊直接做一個支援 好,那這邊直接撞進去 欸,收割一下殘血的凡恩 然後芽芽也下車了 在這邊選擇繼續的追擊芽芽 因為芽芽比較會跑 打掉之後呢 可以發現到我們 欸,居然背後的貝羊殺了我們的芽芽 好,就是我們來幫芽芽報仇 直接一技能撞起來 哇,這個一技能放得有點醜 沒有打到敵人 然後敵方這時候 出了一個貼圖嘲諷 好,沒關係,你要這樣嘲諷我 你死定了 好,這邊,欸,背羊直接繞圈圈 不過呢,欸 哇,這邊直接抓到 一技能直接槌在敵方背羊的身上 二技能再接著打 好,敵方背羊蒸發 好 好,那這時候我們來做一個蹲草 欸,發現這邊有個落單的 反正我們直接撞上去 好,直接二技能緩速 喔,他直接把他復活甲打沒了 一技能再做一個拉扯 直接往回槌 OK,直接反正收掉 不過,我們的血量也不是很健康 直接被帶走了 好,相當可惜 好,我們看到這邊 欸,敵方的中路 欸,持續來做一個收割 哇,這邊我們直接掉了三個人 只剩下芽芽 跟莉莉安 能夠扭轉戰局嗎? 這邊莉莉安做一個走位 OK 中路,欸 敵方的中路被打趴了 OK,我們這邊 莉莉安殘血 芽芽直接上他 喔,做一波拉扯 可以發現到這邊 還蠻精彩的 這個莉莉安的操作 好,這邊我們買了這個復活甲 OK,那這邊我們來帶一下冰線 其中我們目標是打凱薩 我們先把冰線帶好之後呢 我們凱薩才有辦法去做一個拉扯 好,可以發現到這邊呢 我選擇去做一個蹲草 好,那來蹲一下敵方 看能不能把敵方打掉吃個凱薩 好,這邊我們五人吸血 蹲草叢 可以發現到敵人也是蠻有意識的 都沒有進來 好,我們直接大招開啟 找人 開扁 喔,可以發現到這邊 這邊我們把中路直接捶爆 但是我們後面被切了 但是我們這邊弗洛倫 直接殘血來跟我滑 不過我們一樣是把他給打跑 他直接空花 沒有問題 不過此時我發現小地圖 我們的家快要沒了 凡恩居然直接去打我們的家了 哇,那這邊我們直接回摳 然後這裡的話大招送在凡恩身上 好,那這個我們的主堡算是勉強守住了 好險我們有回來 然後我們把芽芽再做一個收割 好,沒有問題 這邊就來 可以把敵方掉了四個人 所以這邊我們就來進攻一下凱薩 好,可以發現到有成功吃掉凱薩了 不過敵方的備揚 是想來搶凱薩的 但是沒有搶到 這邊就變成了一個送頭 那我們就把敵方的備揚打掉 此時佛倫又想進來 做一個輸出 有成功滑掉我們的莉莉安 不過我們也是把它做處理了 好,那這裡的話我們直接回補 可以看到我們凱薩是放上路 我們的隊友是選擇去清了其他路的兵線 好,所以這一波的話 其實是沒有什麼進展的 有點可惜 好,可以發現到這邊呢 我們選擇想要去做一個蹲槽 但是發現敵方在中路露頭了 這邊直接一個大招開啟 直接撞一下 因為這時候呢 我們反而是要去逼敵方開戰的 這樣就比較有力我們去推塔 可以放到這邊敵方的備揚直接出來送 不知道什麼意思 好,那這裡的話我們 其實現在是有優勢的 我們現在是五打四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此時呢 那麼葉娜在上面帶兵線 好,那我們可以觀測到小地圖發現 欸,上路 他們都聚集在上路清兵 那我們下路好像有機會 去直接進塔 進塔去打他們的主堡 好,那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就直接 直接開我們的大招進去了 好,那我們此次有復活甲 我們偷拆一下主堡看一下 好,我們的凡人持續在點 沒問題 好,這邊直接把敵方主堡給打爆了 好,那麼以上大概就是我玩被揚的一個實戰解說啦 那如果說你覺得我玩的還不錯 可以點個喜歡 想要更多傳說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好,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我們的一個操作 那獲得了一個超神的評價 他的MVP沒有問題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輸出量 是來到近30%超高的輸出 Chuck 许多